欢迎回到网雾人生 我们人下在台中 这集啊我想带大家来吃一间台中老老老老字号的牛排馆吃到饱 我相信很多老台中人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跟回忆 它就是台中牛排馆 没错台中牛排馆重新开幕了 我记得以前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会有蒙古烤肉吃到饱 然后牛排猪排鸡排随便你吃 跟各式buffet料理吃到饱 那我们就去看看重新开幕如何吧 开吃 如果你也喜欢划算美食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可以及时收到芯片通知哦 牛排鸡排猪排 这边都是自己拿的哦 这个感觉是肉丸类的 炸虾天妇罗没了 很多东西都剩不多 哇螃蟹耶 虾子 哇虾子抢光光了 这好像是杏鲍菇 这也是一种菇 还有披萨 还有披萨 披萨总共有三种口味 这边就是热汤咯 整个都是甜点区 超级多的 这边甜点超多种的 有杯子蛋糕 巧克力慕斯蛋糕 骑士乳酪蛋糕 抹茶慕斯蛋糕 水果还有西瓜 沙拉区 这边有三种牌子的冰淇淋耶 四种口味 四种口味 饮料区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食材啊 我发现它没有以前的蒙古烤肉吃到饱 不过一样有牛排 鸡排和猪排可以让你吃到饱 那另外啊 我发现他们的熟食区 还蛮高级的 有螃蟹 蝦子 那我刚刚还有看到炸虾 可是来不及拿 还有很大一只的鱿鱼 我先来吃他们的牛排 牛排大概这么的大 其实它每块肉的大小好像不太一样 我刚刚看有一些比较大一点 有一些比较小一点 那我觉得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吃多种食材的话 可以挑小偏一点 那你如果说真的很喜欢吃牛排的话 你就挑大偏一点这样 最喜欢大口吃肉的感觉 我最喜欢他们牛排超嫩的耶 感觉牛肉啊 有比之前的台中牛排馆的肉质还好 因为我印象中以前的台中牛排馆的 那个牛肉肉质 其实有时候都会比较干柴一点 那它这牛排其实是有厚度的哦 它不是薄薄一片的 会不会就是因为它比较厚片 所以厨师在煎的话就比较不会老掉 所以吃起来还蛮嫩的 再来吃一口 这一口吃下去啊就比较有嚼劲一点的 因为这一口我有摇到它有那个筋 我发现它同一块牛排不同的口感 我今天来吃啊 他们还是一个人送一个口罩耶 啊记得去夹菜要戴口罩哦 哇你看他们的鸡腿排 大概是我的手掌大了耶 吃起来有淡淡的迷迭香味道了 那上面有啥迷迭香啊 难怪吃起来有迷迭香的香料味 吃起来我觉得还蛮软嫩的 如果它的那个鸡皮啊 再煎的恰恰一点 哇那我觉得超爱 因为我个人蛮喜欢吃那种鸡皮 是恰恰的感觉 然后里面是鲜嫩又多汁这样 那我们来吃它的猪排 它的大小大概是这样 吃起来超厚实的耶 你们看 它也不是薄薄的肉片耶 它整块的猪肉块耶 蛮厚的 而且我刚进来啊 你们知道我遇见谁吗 我瞬间变成一个小粉丝 因为我遇见了616阿宽耶 哇第一次看到他们本人 我真的超害羞超紧张的 而且他们人超好的哦 因为我想要过去跟他们拍照 但是又很害怕影响到他们拍摄 不过他们还是很开心的跟我拍照 哇真的很感谢他们 那我也希望我的玩物人生的频道 也可以跟随他们的脚步 一直慢慢的成长跟进步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去拍哪间 划算美食餐厅 也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这我们来吃它的熟食区 我很有兴趣的是它这只大鱿鱼 你们看就是超大的 超级大 哇超扯耶 这里是随便你拿随便你吃哦 吃对应该整只吃才对 超满足超饱口 而且还有三点蟹耶 吃起来一般般 而且这边还有焗烤生蚝耶 也是随便你拿耶好扯哦 吃起来奶香奶香味的 而且味道也不错吃 不过我觉得有点偏油一点点 蝦子 啊这个可还蛮好剥的 它的可啊很好剥 而且吃起来是Q弹哦 所以是新鲜的蝦子 我们来吃它的甜点 这个他们说是杯子蛋糕 我们先来吃这个 它里面有加一点点的拉美 不过这个蛋糕啊我吃起来是还好 感谢好心的大姐帮我抢到两只炸虾天妇罗 哦谢谢 谢谢 受宠若惊直接爆棚 哇你看我们有大虾了 超感谢刚才大姐帮我们拿炸虾 因为原本炸虾我是抢不到的 我觉得其实一路拍摄以来啊 我常常遇到很多人的帮忙 比如说常常会有好心的大哥大姐啊 帮我拿一些比较抢不到的东西 我就很感谢他们 吃起来面衣有点厚 而且味道非常清淡非常原味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虾肉 它是用一整只虾子的哦 来吃这个巧克力慕斯蛋糕 这个蛮好吃的 不过我觉得吃起来蛮甜的 抹茶慕斯蛋糕 它的抹茶也是属于偏甜的抹茶 不是那种有苦涩的抹茶 所以如果怕吃苦涩的抹茶的话 这个可以拿 整体吃下来啊 我觉得他们的牛排和鸡排还不错吃 我觉得主要是跟以往的台中牛排馆不一样 因为以前的台中牛排馆 他们给的牛排和猪排啊 都比较薄片一点 不过重新开幕台中牛排馆 他们给的牛排啊 和猪排都很厚实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熟食区 给的食材都是蛮高级的 有螃蟹啊 虾子啊 还有焗烤生科 还有一整个透抽还有炸虾 这些都是可以让你吃到饱的 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甜点 一整排超狂的 不过啊 我觉得它的buffet啊 比较偏向于小型的buffet 就是它的倒数其实是没有很多种的 另外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它这个杯子 其实一开始我来啊 我想说奇怪 杯子为什么还需要有这个盖子 一般来讲 就直接给有一个杯子就好 后面我询问服务人员啊 原来这个杯子啊 是可以让你要离开的时候 再装一杯饮料让你离开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 那他们的价钱啊 是799块再加一成服务费 不过啊 现在到4月10号以前 是可以打8折的 那就是799打8折 然后再加一成服务费哦 我觉得可能食材是反映在他们的价格上面 所以我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容 那大家觉得这间划算吗 如果你也喜欢划算美食 记得订阅按赞和开启小铃铛哦 开启小铃铛可以及时收到芯片通知 拜拜